以利亚行政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呢 也都说了 就是说赶快的出去往外拓展 因为这个圣灵的复兴的火已经开始临到 所以说呢 今年呢 我们学校的每一个这个同工呢 包括我自己都会拿着包包到处去走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会有更多的这个工作会摆到我们的面前 但是我们就是要做成神托福我们的 我们也不跑在主的前面 只要神叫我们去 我们就去 既然做基督的这个精兵 就要这个顺服 顺从神的 尤其是圣灵的待遇 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天 我们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 今天呢 神要叫我们来讲 叫我来讲这个关于复兴 复兴 所以我们看看复兴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情 那么是 我们常常讲的时候 教会要复兴 教会要复兴 那么这个教会要复兴是怎么样的复兴 那么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 看得到吗 这个经文 Marilyn 我们这个看得到吗 我们要调中间一点 调中间一点 因为前面 还是我的电脑的关系 要放小一点 可以可以 可以吗 好的 好 那我就念一下 这是第一段的是这个诗篇第八十章 我看看这是 以色拉纪对不起 以色拉纪第九章第八节 以色拉纪第九章第八节 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 暂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 钉在他的圣索 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挟制之中稍微复兴 那这个讲了一个复兴 那么这个复兴呢 这个是讲什么呢 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呢 就是讲这个光 神的荣耀 还有什么样 光照 光照 那这里面特别提到光照我们的眼目 那么为什么要光照我们的眼目 叫我们看出来 我们现在的属灵的状况 那么当时呢 以色列呢 因为被掳到这个国外去了 所以以色拉呢 带领了以色列的这些 带领相当一些的百姓 跟这个文官呢 这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兰 开始准备重新修建 那么重新修建的时候呢 神就光照 怎么叫光照呢 因为以色拉站起来向神做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为他们的 为这个以色列民在过去所犯的罪 那么这个认罪悔改 而且要重新修建 神的殿跟这个耶路撒兰的城墙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那么说需要是什么呢 需要神的光照 为什么光照很重要呢 因为光照就显出黑暗中的一些事情来 因为光照就显出了 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会使怎么样 使我们在受挟制之中呢 可以得到复兴 那么什么叫受挟制呢 有罪的挟制 也有仇敌恶者撒但的攻击 那么还有人呢 对神的国度 神的话语的认识不够清楚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要受圣灵的光照 受神的光照 你看这个人对神的事情 认知不清楚 需要教导 那不但需要教导 还要需要圣灵的启示 那么这就是光照 因为光照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 把东西显出来 或是说光照在什么地方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显出那个原来我们没有看到的 你看要是黑的地方呢 你没有光 你就看不到 那么当光照到黑暗的地方呢 那个黑暗的地方就亮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 没有 原来没有看见的 所以说神的话语要什么 要求神的光照 你这样光是看神的话语 有的地方你不了解 但是圣灵跟你启示的时候 你就看出其中的奥秘 那么有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仇敌的瑕疵之中 那么这个 比如说做内在意志示范 或是做属灵征战 那么如果说你不知道 是哪边被瑕疵 或是哪里被造 遭受了仇敌的攻击 你怎么去 这个得 这个得恢复呢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所以说神的光照 是非常重要的 使我们可以在被瑕疵中 稍微得到复兴 那么这是一个讲的神的光照跟启示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 另外一段圣经 诗篇第八十章第三节 他说神呢 求你使我们回转 回转或做复兴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所以说呢 第二个讲法的 这个复兴是什么呢 是讲的要回转 回转跟复兴 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讲的 神要替我们来复仇 复仇 什么叫复仇呢 就是像压迫我们的仇敌来攻击 转过来攻击他们 你看要是以色列的百姓 当时被这个挟制的时候 他们转不过来 那么当神这个起来 为我们征战的时候呢 所以他这里面 还有什么defend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样的 我替你来挡到仇敌的这个周围 那么还有一个字叫做deliver deliver是什么呢 就是使你得到释放和解放 或是得救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说什么呀 这个神呢 使我们回转 就是使我们复兴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复兴里面 有包括什么 有包括 有包括医治 有包括释放 有包括神为我们做的 属灵的征战 还有什么样 包括help 就是帮助 还有persevere 就是使我们能够在苦难中 什么样呢 能以承受得了 还有什么一个意思 叫rescue 就是说拯救 那么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神使我们回转的时候呢 是神做的一件事情 你看他这里面都讲的一件事情 你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我们回转 就是神要主动做一些拯救的工作 就是神要主动做一个 这个替我们征战和抵挡仇敌的攻击的工作 那么使我们同心怎么样 重新能够怎么样 他最后一个解释是 给victory使我们得胜 所以说这个复兴是什么呢 是从被压制里面被拯救出来 是在那里绝望的时候 给我们的盼望 使我们怎么样呢 重新回转过来对着神 你看看这个 所以说呢 这里面讲的一个回转 所以复兴里面又讲了一个回转 那回转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repentant repentant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悔改 那么repentant悔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悔 是悔我们过去所做的错事 这个改是改变我们的方向 原来我们朝的罪的方向走 那么既然后悔我们朝的这个方向走 我们就要改变回来 你光悔不改 那没有办法复兴 没有办法复兴 所以说是谁使我们能够回转 使我们复兴的 就是神要给我们 神要给我们看见 神要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的挟制跟捆绑 那么这个人才能回转 回转 后悔 后那么悔改 过去所走的错路 改是改定了错误的方向 回到正常的路 所以这就是叫复兴 那我们还看这个复兴里面 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 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 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 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现在 他说你做我的仆人 是雅各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宗得保全的归回 上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实行我的救温 直到地极 那么这个复兴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是什么样 神差遣他的仆人 差遣他的仆人 所以说呢 你看有时候在复兴的时候呢 有怎么样的 神会兴起一个器皿来 或是兴起一个环境来 而且怎么样 神会是 神的仆人会带来 这个复兴的工作 那么你看 那么在这个19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大复兴 有两个大复兴 一个复兴呢 一个大复兴是在多伦多 加拿大的多伦多 另外一个大复兴呢 是在复兴 波罗里达的这个 Pensacola这个城 那么这两个复兴呢 一个是怎么样 在Pensacola的时候呢 有两个牧师呢 为这个复兴呢 已经祷告了很久 祷告了很久 他们说大概祷告了 十年以上 每天早上 他们四点钟 两个就起来 开始被圣灵感动 就起来祷告 那么祷告了十几年呢 最后呢 神就使这两个牧师呢 相见 那么他们遇到以后呢 彼此一谈呢 都是对复兴非常有负担 而且都为复兴祷告了 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那么你看 这个基督徒的 这个神的百姓 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追赶千人 两个人追赶万人 我们的这个能力 是当两个人 或是三个在一起的 是几何极数的成长 不是歹数极数 那么说 因此呢 当两个这个 都在为这个复兴 祷告这么久的 这个神的仆人 一拍即合呢 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Pensacola这个城呢 就开始爆发了复兴 爆发了复兴 那么这个 在这个 这个多伦多的 那个大复兴 是怎么样呢 那么是从加州 有一个叫做 一个牧师呢 叫Randy Clark 如果你们到 谷歌上去查的话呢 知道神在 这个80年代 90年代2000年代呢 使他呢 这个做很多的 圣灵大复兴的工作 那么他就被 请到了这个 多伦多这个城呢 在加拿大 那么当时呢 那个教会呢 那个当时请他的 那个叫John Arnold 就是叫约翰·阿诺 那么约翰·阿诺 就把这个Randy Clark 请过去了 没有想到呢 就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圣灵就大大的 开始工作 开始工作了以后呢 他们就几乎 每天晚上都开始 在连续的聚会 那么一直连续了 三个礼拜 那么到第三个礼拜的 以后怎么样呢 这个Randy Clark 这个牧师呢 他就说 我必须要回到 美国的这个加州啊 因为那里是 有我的教会 是我的根据体 我不能离开 我的教会 不管 那么这个约翰·阿诺呢 就问他 他说你走了 那复兴怎么办 这个Randy Clark 这个牧师呢 就说没有关系啊 我走了没有关系 只要圣灵留在这里 就可以啊 那么圣灵留在这里 就可以 那么因此呢 到了这个 这个三个礼拜以后呢 这个第二 这个过了这个 这个主日以后呢 这个晚上的聚会呢 这个约翰·阿诺的牧师呢 就没有办法的 硬着头皮上去了 但是他想 我也不是先知 我也不是使徒 我也不是什么 这个复兴的这个 这个圣灵怎么会做事呢 结果没有想到 神停留在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 会从400个人 一下就冲到了6000人 在短短半年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科目 人的科目 所以说你看 神要拆遣一个核用的器皿 来做复兴的工作 你看在Pensacola 那个佛罗里达州的那个城 他的复兴工作是 两个求复兴的一个仆人 去来具体在一起 那个复兴就爆发 那么在这个多伦多的 这个大复兴 也是什么样的 由Randy Clark跟John Arnold 这两个牧师碰在一起 两个都非常希望的复兴 这个复兴就爆发 因此你看 是你要找一个合适的器皿 就是这个器皿 对于复兴是有负担的 对复兴是有一个盼望的 对复兴是有一个积极的 等候的态度 对复兴是有在那里祷告的 你看我们的学校里面 每天有四个小时在那里祷告 那么那就是为复兴留下的种子 而我们为列国守望 那么因此呢 神就会把列国来赐给我们 你看你为什么这个祷告的 你那你求什么 神就会把那个东西 按照他的心意来赐给你 按照他的时间来赐给你 所以说你看 这是怎么样的 那不是一个人祷告 而是两个三个 或是一个团队在那里祷告 所以说怎么样的 这就是神在使用他的仆人 做复兴的工作 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8节 我们看一下 第49章第8节 那么这里是什么说呢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英明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重明的中宝 复兴遍地 使人承受到荒凉之地为业 那么因此呢 这个神怎么样 神跟以赛亚这么说 说怎么样 我要使这个复兴遍地 那么我们真正知道 这个中宝 虽然在那个时间里面 好像神指的是 这个以赛亚 但是真正的 这个万民的中宝 不是哪一个先知 乃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 所以这个复兴是什么呢 复兴是什么呢 在这里 这个中文是什么样的 这个中宝的原文的意思 就是做一个约 这个约是什么东西呢 约在英文的名字里 叫做covenant 这个covenant这个约 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irrevocable contract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毁坏 或是后悔的一个约 很多人呢签了合约 但是却不按照合约来做 那么这个如果说 你要向对方来讨 这个合约的这个债的问题 他还认为你这个小题大做 那么所以说那签约是盖什么呢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那不行的 那么神跟人立的约 是一个没有后悔的约 那么因为人历史历代 这个都有犯罪 那么只是一个预表 那真正的神是什么样 神跟一个人立的约 这个人是从天上来的人 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 这个人永远顺服父神 顺服到以至于死 没有任何的怨言 这个人是完全知道 父神的心意跟旨意的人 这个人是完全行在神的道中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道 因此呢 这个人是可以配得 承受与神力 在地上立约的那个人 所以说你看神与人立约的时候 没有 因为这个祭司 这个大祭司 每一年 到死的时候就得换人 到死的时候就会换人 那么到最后怎么样 这个大祭司也有罪 也不是完全的 所以到最后神就把真正的大祭司 从天上派到地上来 用他以人的方式 与天上的神 在那灵力的一个约 所以这个约立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 是父神跟基督 在地上的基督 这个时候立了约 这个约因此现在在天上 他永远不会毁掉 他永远不会坏掉 那么这个约做了干什么呢 是说复兴遍地 那么我刚刚讲了 这个复兴讲了什么呢 讲到有回有改 这个复兴是讲到 我们被压制 使我们得以自由 这个复兴是什么 在我们失去很多盼望的时候 觉得没有能力的时候 加添我们的力量 可以使我们持续的往前走 所以说你看 这个神的复兴 最终是什么 是处一人 那么还有呢 这个在圣经里面 还有什么地方讲到呢 第57章第十节 以赛亚书 他说呢 你因路约疲倦 却不说这是枉然 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 不觉疲惫 那么这个是 以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靠的复兴之力 所以就不觉疲惫 那么因此你看 那么这个复兴是什么呢 是给我们加添力量 给我们加添力量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 人真正复兴的 都是从神那里开始 没有一个复兴 不是从神那里开始 神把他复兴的冤枉 放在地上的一个器皿 就是你跟我 凡是被神所呼召的人 那么给了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负担 就是为神的国 为神的百姓 在地上重新得力 在地上重新回转 在那里重新行走 在野花野中看为正的事情 在那里重新更深的爱主 耶稣基督 爱神爱圣灵 听从主的话 这就叫复兴 这就叫复兴 那么等我们被复兴以后 我们就不会觉得疲倦 因为你有那个力量 是从里面 从天上到我们的里面来 这个力量是源源不断的 源源的不断 所以圣经有说什么样的 打倒了却不至于死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什么样 有那个源源不断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可以把这个复兴 神的能力 神的生命力 神的动力 神使我们得自由的能力 去把它扑灭 只要我们对神有个回应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这个 我想成交我讲这篇道的这个用意呢 就是跟学校的弟兄和姐妹分享 我觉得神在拣选这个学校的弟兄姊妹 做一个复兴的 做复兴什么呢 使这个 而你们重新 爱神 那么你看这个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我们看看马拉基书 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好 第五节跟第六节 他说看了 耶和华大而可谓之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便利 那么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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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约里面讲的说 为我 这个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使我可以得什么样 可使用的器皿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 那么这个最后的日子 是什么呢 是一个大复兴要来到 大复兴来到是什么呢 神 先向他的儿女们 转向 我曾经问过神 我说主啊 应该是我们的心转向你 你的心在转向我们 因为我们是玩梗悖逆的 后来呢 主就告诉我 他说孩子你不了解 不是我的孩子们 不愿意转向我 乃是他们转不过来 因为什么样 有太多的什么样的 咒诅捆绑在我的百姓的身上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把我的心转向儿女 先把我的心转向儿女 那意思是 我要先把我的恩慈 我的恩典 我的能力 我的荣耀 先倾倒在我的孩子们的身上 使他们能够得到释放 得到解脱 得到回转 得到光照 然后他怎么样 儿女的心就会转向父 就转向我 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 他这个里面 就约的时候 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神在那里创造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时候 都有一个什么 一个时间段 一个时间段 怎么说时间段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就是说 他有一个恩典器 那么你看到这个约柜 上面有两个基督伯 有两个基督伯 那么这个基督伯是什么呀 他翅膀连着翅膀 然后那个翅膀的后面是 十恩座 十恩座 所以说神在他十恩座的宝座上头 他不哭 他不看我们的罪 他不看我们的这些软弱跟悲逆 为什么有这个基督伯 他的两个翅膀挡到 所以叫十恩座 那么你想想看 十恩座的底下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样约柜 约柜的里面是什么 是石板 那么石板是什么 写的是律法 所以说你看 当人在这个神的十恩座 十恩的期间 恩典的期间 神怎么样呢 给我们很多宽容的机会 回转的机会 但是时候到了 若是人没有回转 或是回转的次数 或是人数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什么样的 就人就会堕落到下面去 那么下面是什么呢 神是律法 律法就是审判 所以我相信 在这个敌基督还没有出来以前 神会给人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转的空间 也就是我们所讲到 末后的这个大复兴 那么既然大复兴 我相信已经开始 天上已经动起来了 那么我们在地上怎么样 我们要回应 我们要回应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使人的心回转 回向神 使人的心被恢复 被这个复兴起来 那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责任 好 我们感谢主 我们就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神也祝福大家 现在我感觉到圣灵有一波恩高下来了 感谢主 感谢神 第一件事情呢 主说那孩子 我已经将那复兴的火 托付给你们 我看到火吧 有的放着别人的脚钱在地上 主说孩子呢 你要把那个火炬 要把它捡起来 而有的人就迟迟的 不知道该怎么去捡 或是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走出去把这个火炬捡起来 但是有的人呢 就像穿着运动的服装 穿着这个跑步的鞋子 就开始拿起的火把 开始往前走 他们身形看起来非常的强壮 就说浑身都是肌肉 好 那么这个往前冲 一边冲就一边这个高喊 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再来 要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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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在以前的这个施许约翰 在为主开道路的一样 所以呢 神说呢 我要为 要兴起许多的 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为主开道路的 像施许约翰一样 在前面为我奔跑 使这个全地呢 都知道我要再来 好 预备他们的心在我的面前 那么因此呢 我看到神就叫我看到 有的人就垂听了神的话 就举取了圣灵的火炬 复兴的火炬 开始往前跑 就是神要找的器皿 去把他的同在和荣耀带出去 那么第二次呢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 当我们这样降 这个圣灵的火降下来的时候 有的人没有拿起火炬 或有找了各式样 不同的借口 有的是他为他自己 所居住的地方 或是为他自己的生活 或是为了很多的地方 主并没有叫你把生活 完全地放下去 你可以边走 边传 边坐 边传 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人 都是一样 我们都有自己的服事 但是传福音 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责任 所以说呢 凡是拿起这个火炬 往前走的 主说孩子 你们的奖赏 在我的里面 你们的奖赏 在我的里面 你们要轻看 这世界上的一切 要重看我的国 我父的国和他的这个义 这个其他的都必嫁给你 你不要为自己家里的孩子担忧 神说我必会照顾 当主说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为了我的国 我就为了你的家 因此呢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鼓励 愿神祝福每个人在他的面前 愿我们这个励志行善 都是出于他的 好 我把今天的时间交给主持人